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霸道门等四大园中是野心勃勃的 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同舟山这边一直都在防备着 爹 你的意思是你要派人保护齐族号的女人 齐族号今次入了阴霧森林的禁地 她必死无疑 为什么爹你还没放弃结交齐族号的心思呢 同身屋现在就真的有点疑惑了 齐族号和曼曼六爺是一起入了阴霧森林禁地 看上去是杀死无生 但是你看爹的样子 似乎他是很相信 齐族号会从这个山谷之中活着出来 齐族号哪里有那么容易死 好了 很多事情你不用知道 明白一点就可以 齐族号对我们毛泽商会的帮助 会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 同舟山讲完这句话 是直接走出了花园 四大园中想对司徒世家动手 那毛泽商会就不会坐视不管了 他现在都要抓紧时间 暴躯好一切 尤其是齐族号的女人 千万不要有事 看着同舟山离开的背影 同身玉这头就一念问好了 爹应该是没见过齐族号的 为什么爹对齐族号这么重视呢 甚至是重视到了有些巴结的程度 我跳了哪几集 为什么我不明白 同身玉自不然是不明白 因为同舟山这头 另有认识一个超级高手 而这个超级高手 和齐族号之间很有渊源 同舟山知道齐族号很多事情 也都受到这个超级高手所托 要照顾齐族号 并且对方还说过 他日齐族号一定能够帮助毛泽商会 走出毛泽区 进驻五觅天城 这么大的誘惑 同舟山又怎么会错过 可以说同舟山几乎是知道齐族号所有的事情 包括齐族号拥有自保科毛鼎和神钟等等事情 他全部都知道 但不用说了 我们听众都全部都知道 所以他绝对相信齐族号肯定没有死到 其他人是没办法从禁地之中出来 但是不代表齐族号做不到 而毛泽诗城这边局势变化 齐族号就真的不知情了 因此他也不知道南光玉劫和夜莲 现在已经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此时此刻的他 依旧在山谷之中在修炼境界 火精官这头吸收着天空的阴阳意气 同时都吸收着官内的诸多天才地堡 原火之气 齐族号自己就一心沉沉在腐收之中 外界的一切已经被他彻底忘记了 时间就过得飞逝了 这一天 霸道门的门主帝霸 罗浮宫的公主林东风 幽泽山庄的庄主刘俊山 和洪峰神山的主人神桃雄 一大群人聚集在罗浮宫 帝霸等人带来了自己中门的所有长老 和十几个实力高超的执事 这么多高手出招 目的就是为了一举逃灭司徒世家 四大园中现在是要对付司徒世家 就一定是高手进出 普通弟子过去也只会送死 加上四大宗主进来 四大园中今次出动了六个超然高手 八十几个真元七层以上高手 而除开霸道门的少门主帝翅 张川和朱华鱼 一个一个都是攜带着半神器来到罗浮宫的 各位宗主进攻司徒世家的时间 就定是今夜之时 时间一到我们立即出发 来我们尽饮此杯 罗浮宫公主林东风现在是举起了酒杯 见状呢 帝霸呀刘俊山呀新道红呀 还有洪峰神山另外一个超然高手下泉海 和霸刀门的另外一个超然高手 红尘武 一众人等是抬起酒杯 一饮二尽 在毛泽之城中 诸多高级园中 都有超然高手坐阵 而霸刀门和洪峰神山 更加是有着两个超然高手 洪峰神山和霸刀门 实力是最为强大 林公主 司徒世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尤其是司徒域雷 你等切不可大意 这个讲话的人 就是洪峰神山主人 新桃红 他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严肃起身 帝霸呢 就是一个龙眉大眼 身形标刊的中年人 刘俊山和林东风 都是年迈老者 而洪峰神山主人 新桃红就真是奇了 看上去 居然是一个 只得二十几岁的青年王 当然了 帝霸等人都知道的了 新桃红 不要看他二十几岁的样子 其实早就已经活过了千年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怪物 而且新桃红的境界实力 在他们之中是最高最强的 超然四层的高手 气势内廉 看上去就十分之普通 新桃兄 我看你都是多虑了 我们有六大超然高手 加上近百的真元七层以上 区区的司徒世家 如何阻挡 林东风这头 轻笑一声 但是面识呢 是十分之凝重了 是咯 新桃兄 我们四大元宗联手 出其不意 偷襲司徒世家 这样都灭不了他 那就真是天都无眼了 刘俊山也说了一句 是的 司徒世家实力再强 也都不可能 避得上现在的四大元宗 目前这个场面 就唯有霸刀门门主 帝霸 始终没说话 他知的 新桃兄心思枕密 绝对不是随便一说 此番四大元宗 联手对付这个司徒世家 远非当年 去对付天音山那么闲 今集内容就播放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亦天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437章 围攻司徒虎 司徒世家的实力 你们又知道多少 不要说司徒世家的其他高手 就是司徒域雷一个人 就可以拖着我们六个超然 而且了 商智中和毛泽商会 和司徒世家行得这么近 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出手更好 若果意识到了 我们此番动手 绝对会成为一个笑话 算实惨重 新徒虎 最后终于开口 毛泽之城各大势力 谁不忌惮新徒虎的神器 听到这里 新徒虎就冷坑了 他看着帝巴就说 帝门主 我是有神器在手 但是我都得到消息 司徒世家 也都藏着一件神器 你说 如果消息是真的话 我有几大概率 可以杀得到这个司徒域类 新徒虎这句话一出 帝巴和林东风等人 全部都呆住了 神器啊 什么时候变得 好像白彩一样 就街都是的 哎呀 毛泽域呢 真是早都不给悉年 能够出现一件神器 已经极其不二 司徒世家 为什么可以隐藏禁心呢 各位 你们先不要怀疑我说的 我洪风神山最厉害的 不是实力 是情报啊 新徒虎的神情 是带着淡淡的担忧的 他很担心一件事 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就是司徒世家的背后 绝对还隐藏着一个 超级大势力 或者可以说 是隐藏着一个超级高手 帝霸和刘俊山 现在是陷入了沉思的了 他们也都不明白 上次新徒虹 也都是跟他们一起 去商量这个 对付司徒世家的细节 当时你不是这么说的 啊 现在过了几天而已 你的态度 为什么突然间变化呢 难道 新徒虹 也都是近日 才得知这个神器消息 帝霸等人 也都只能够如此猜测 只不过现在 计划已经铺垫好了 大家是必须对司徒世家 动手的了 只不过呢 就因为新徒虹一直画 他们也都不敢小看司徒世家 这场门牌之争 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司徒世家究竟有多强 到时候就知道了 好了 我说这些东西 不是说改变大家计划 我说这么多 只是为了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小看司徒 此前 我们也都不是没有 逃灭司徒世家的可能 而且 即便我们失败了 也都有机会 可以全身而退 了解了司徒世家的实力 对今后消灭它 也都是有巨大帮助的 新徒虹这边 话锋一转 是的 他们迟早要消灭司徒世家 这场战斗 不会因为司徒世家 有可能拥有神器 就此终结 即便他们四大元族失败了 也都无所谓 就当是打探一番 但不了 一次不行 就来多一次 想到这里 帝霸等人的面色 就放松了很多 新徒虹的说话 嘿嘿 简直就不需要怀疑 司徒世家的实力 比表面上体力 是要强得多 但是 就好像新徒虹所言 这场战斗 就当是试探司徒世家 实力深浅的战斗 甚至可以说 四大元族 也都可以借此一战 了解一下毛泽商会 和商指中的心思 这一头 毛泽之城的天空 就逐渐被黑暗吞噬了 当野莫光临 月照当空 新徒虹和帝刺 终于是出动了 四大元族的高手 以最快速度 是赶到了司徒虎外 各位 司徒世家的护刀大阵 交给我 大阵一破 我们全力进攻 实无事 霸刀门门主第八 现在是大害一声 随即了 只见得他 是达前抽出一柄 金色的大战斗 潜着司徒虎的天空 一刀劈出 司徒虎上空 是有着一层清晰的光罩 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司徒世家的 湖中大阵 好明显 司徒封杀了鸿族一事 司徒世家已经知道 而且司徒域雷 一早就做好了 迎接四大圆中进攻的准备 湖中大阵 早就开启了 而且几日以来 一直都没有关闭过 帝霸这头 是一个超然三层的高手 他手中的金色大战斗 就是霸刀门另一件本神器 就是名为霸刀 霸刀了 是带有无比恐怖的破阵特技 神阵之下 几乎无震法 能够挡得住霸刀的攻击 更加何况 帝霸出手 就是施展出霸刀门 最强武技霸王斩 这个刀法 就是天界刀法来的 比梦魇一刀 还要西离三分 霸王斩讲究的 就是力量 就是开山填海之威 现在 只见得二十几像的金色刀亡 是直辟结落 司徒苦底的天空 有时之间 就发出了一声轰然巨响 清晰光罩 直接粉碎 地界商品的护中大阵 竟然是承受不了 帝霸的一刀 帝霸的实力 和霸刀的厉害 是可想而知 想当初 帝霸只不过是真元圆满 也都可以破到天音身的 地界商品的护中大阵 帝霸 不是吹出来的 给我杀 罗浮公公主这头 就是大喊一句 四大园中高手 顿时就飞身而起 一个一个是手握兵人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司徒世家 血流成河的场景了 只不过 正当四大园中高手 刚刚飞到司徒世家的 虎底上空 一层金色光袖 是突然诞生 这个光袖 直接将四大园中高手 一个一个全部弹回去 是乞然 就是一座天界的护中大阵 紧接着 司徒虎底 就传出了一道 很不适的声音 看吧 你的半神器霸刀 配合霸王斩 确实是厉害 只不过 你轻松破到地界上品的大阵 那又怎样 本座这边 早有准备 等候你们多事 换除着那道声音消散 司徒虎底的大门 是缓缓打开 一个上貌晋浪的中年男子 带着一帮高手 就走出来 仔细一看 这个人 和司徒风 是生得极为相似 不用介绍了 肯定就是司徒世家的家主 司徒域雷 现在当今 毛泽之城的 第一高手 司徒域雷 真是没想到 你们司徒家 居然还藏着天阶大阵 是我小看你了 帝霸这头 一脸阴沉 果然 司徒世家的实力底腕 是超出了大家预料 他们何时 会在司徒虎底 布置这个天阶户中大阵呢 四大园中 居然可以做到毫无察覺 要知道 司徒世家内部 亦都有四大园中的密探的嘛 现在 面对这个天阶大阵 就唯有神器能够破支了 帝霸这头 是根本破不了 司徒世家的保护大阵的 只能够拜托 新徒虎出手了 当然 天阶大阵是不容易破的 即便是施展神器 也都会遭到反射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会出手的 而司徒域雷这边 艾明就在隐藏实力了 他都必须是隐藏手段 以待最终决战了 现在呢 不单止是第八了 四大园中所有高手 包括洪峰神身的主人 辛同 都是一脸形重 因为呢 司徒域雷身边 居然有五十几个 真元七层以长的高手 还有两个超弦高手 是从来都没露过面的 一看就知道 司徒世家的实力底腕 已经比任何一个高级员中 都要强出很多很多了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低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啊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啊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哮响神钟 控制你 俘虏你 这陷阵 这陷阵 偏你遇上 第六百三十八章 严阵以待 第八 林东风 刘俊山 新涂鸿 你们深夜到访 不会只是为了破 我司徒世家的地街户中大阵 是吗 司徒域雷现在 与带换眉知识 有着天街的户中大阵 司徒世家 是真的不是那么怕 这个四大园中的 而在司徒府邸外面 和四大园中一战 和四大园中一战 司徒壁雷也都可以毫无顾忌 施展手段 司徒世家的实力 比四大园中 是要顺色不少 但是司徒家 也都不是软脚械 是绝对不会归宿在府邸之内 任他们欺凌的 司徒壁雷早就知道四大园中 一定会出手的了 那司徒世家的高手 也都做好了准备 司徒府邸之外 将会发生一场 惊天之战 这一场战斗 要打就打 是不会影响到 司徒府邸的 一转一瓦的 司徒域雷 你不要跟我在这儿 办事了 你个儿子司徒风 杀了我个女儿 这件事 你司徒域雷 一定要给我四大园中 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今天我四大园中 一定踏平你司徒家 孔朝这边 很愤怒 指着司徒域雷 林东风 也都是上前一句 司徒域雷 不要以为你司徒世家 有天界湖中大震 就可以囂張 告诉你 交出司徒风 我四大园中 立即撤走 否则的话 司徒苦外 气氛就变得異常紧张 四大园中的高手 和司徒家的高手 遥遥对峙 双方的眼中 都是步满了浓郁战士 方法这一日 大家等都等了很久 可笑 孔朝林东风 一无森林的事 你四大园中 和我司徒世家 大家都是有个约定 弟子之间的战斗 生死不倫 小儿 是杀了孔玉 我只能够说 我比较遗憾 但是 这个也是孔玉 实力不济的原因 司徒域雷这一边 大笑一声 接着就说 你们二人现在 来到我司徒苦外 大言不惨 是 本座国仔 是杀了你四大园中的 天才弟子 那又怎样 想要本座交出国仔 告诉你们 神神妄想 我就想看看 你们可以有什么作为 听到这个话 林东风和孔朝 真是面识铁车 司徒域雷 真是很强势 说实话 他们又真是没理由 来找这个司徒域雷麻烦 只不过 既然是选择了进攻司徒世家 即便要撤走 也都是杀了司徒风 否则的话 真是颜面无存 司徒域雷 那些狗屁弱敌 来到好意思拿出来说 杀人尚命 你不要因为一个司徒风的命 而令到整个司徒世家 全部都陪葬 林东风这头 与大杀鸡的了 司徒风现在 就站在司徒域雷的旁边 他和四大园中的高手 也都在暗暗准备 一有机会 借取这个司徒风的狗命 到了如今 四大园中的高手 全部都明白了 司徒世家 是有跟他们四大园中 一战之力的 因此 他们已经 是没有了灭司徒世家的心思 此番到来 是都要摸清了 司徒世家的实力 然后 杀了司徒风 不再吃亏 老牌虎 废话就不要多说了 想欲我个儿子 你们有本事的 即管出手 我司徒世家 有何拒之 司徒域雷这边 冷声说到 说完 他手掌一番 一把清晰 好像云朵一样美丽的蛇 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远远望过去 仿若一丙利剑 这个 就是司徒世家的搬神器 青江 雲烟散 这个青江雲烟散 是一件大杀器 威力 比起司徒风 手中的碎一弓 重要可怕 更加重要的是 《青江雲烟散》 是出了名的群体大杀器 最适合的 就是群煎 司徒域雷 你敢说话 即是一定要忐忽司徒风 我劝你 想清楚好 洪峰神山的主人 新途洪 现在是终于说话了 司徒域雷 现在是将青江雲烟散 也都取卖出来 看得出 已经是做好了 血战一场的准备了 哼 你就说废话 姐姐 新途洪 你我教授多次 你的实力 我很清楚 我也知道 拥有神器的你 是可以破我司徒世家的护中大阵 不过 我真的想看看 你够不够胆动手 司徒域雷 现在一边说话 一边就缓缓从人群之中 是行张出来 可以说 有他一人在 司徒世家的所有高手 也都没有出手的必要 青江雲烟散 威力无边 他一个人 就已经足以 震懾四大圆中的所有高手 司徒域雷也都很清楚 新途洪这个人 十分之谨慎 他绝对不会承受神器反誓 轻易去动用神器 甚至说 他最希望的 就是新途洪 动用神器 这样一来 新途洪就必然重伤 司徒世家今天 就很有希望 把四大圆中高手 全部留在这里 哼 要打就打 司徒域雷 你不用用激将法 那些东西对我没用的 事格素材 我都想看看 你今天真的强大到什么地步 千万不要玷污了 毛泽成第一高手的名头 新途洪也都很不客气 看到司徒域雷走出来 他也是 换布就走出了人群 他不是这么容易上当 动用神器 动用神器的话 他不单可以破这个 司徒世家的湖中大阵 甚至呢 还有机会重装 或者是斩杀司徒域雷 只不过呢 这个一定是要在 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之下 如果司徒域雷 真的有神器的话 那他即便破得到这个大阵 也都灭不到司徒家 两败俱伤的事 新途洪是绝对不会做的 要知道呢 这里还没出场的 毛泽商会 和双子中的高手 他们不在 不代表他们没有埋伏在附近 或者到时候呢 他一旦重装 想走就已经难了 但只要呢 不用用神器 新途洪亦都相信 司徒域雷的实力 是奈何不了他的 只要他自己 是保持着满状态 他亦都可以 带着四大园中高手 全身而退 现在司徒域雷也不多说了 司徒世家高手 好鬼自确 是远远退开 四大园中高手 亦都如此 很明显 这场战斗 大家心知透明 就是司徒域雷和 新途洪之间的决斗 气氛就变得死一样即正 只见得 司徒域雷和新途洪 遥遥对峙 突然之间 新途洪一个反手 就多出了一桿 暗金色的长枪 长枪之上 还散发着 似乎能够凍结一切的寒气 新途洪 你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司徒域雷现在眼神一异 是的 他亦都看出来 新途洪手中的长枪 就是半神器奥细枪 兵属性长枪 拥有冬鱼突击 认真要小心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激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低的老友 听书的同事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六百三十九章 主将对决 我就希望你不是狂妄自大了 多讲武艺 接招 话音落下 司徒域雷的新区 是化为一道流光 直奔新途洪而去 清光云烟神 未打开之前 在司徒域雷手中 就好像一丙利剑 司徒世家所有的剑法武器 司徒域雷也可以用清光云烟神 施展出来 这件半神器 认真奇得 来得好 新途洪这边大开一声 手中的奥势枪 是直接就前刺而出 下一刻 奥势枪的枪尖 和清光云烟神 是硬坎在一起 新途洪和司徒域雷 各自是后退了十几步 高手交战 一个不慎 就会全盘皆输 新途洪的实力 和司徒域雷 是不相上下的 而且两个人自家 都是手持半神器 直接对打 背后更加有神器阻振 刚才两个人的出手 都只不过是试探 这次震完一餐 清光云烟神上的冰箱 就顿时被司徒域雷震碎 这一下是冰蝕翻飞 司徒域雷现在 一脸严肃就看着新途洪 这么多年来 你都进步了很多 居然可以和我打成平手 你都不错 我本来还以为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真的没想到你的真元力又精准了很多 画风一转 新途洪这边就不客气了 司徒域雷 我们都不要浪费时间了 司徒域雷听了大笑一声 他手中的清光云烟神是直指天空 紧接着吧 清光云烟神之上 是凝聚出一道真元的剑王 只见一个剑王直指向新途洪 之间又分化出了密密麻麻的剑王 好 你的天与剑法终于大成了 非常好 新途洪就好像很欣赏了 大害一声也不敢怠慢 他手中的奥势枪 向空中一画 一条冰蓝色的护罩 是顿时好像冰块一样 将它护在中央 光火石之间 无数剑王是轟碎了冰蓝色的真元护罩 但是剑王也都随之消散一空了 斯图维雷和新途洪 在武技之上依旧平均秋色 这种情况 令到在场诸多高手 亦都是一脸沉重 新途洪 你的百寸龟一枪法 亦都得到完善了 不得不说 你认真是个天才 天与剑法 根本就没有伤到斯图红 斯图维雷的心中 多少都有些失望 亦都很震惊 新途洪靠着百寸龟一枪 居然拦住他的一剑 而百寸龟一枪法 就是新途洪自己插不出来的 这个离不开你的功劳了 若不是你 我怎会这么快 将百寸龟一枪法 完善到这样的地步 新途洪的语气 就语大嘲讽 他说的也是真的 几年之前 他和斯图维雷一战 仇益非浅 回到了洪峰神山之后 是苦苦尝尸 终于完善了百寸龟一枪法 现在呢 除非动用神器 否则的话 斯图维雷根本就不可能伤他 说到这里 新途洪画风一转 又是大害出色 斯图维雷 你打过了是吧 现在轮到我进攻了吧 我就不知道 你那些防御 是不是好像当时一样脆弱呢 接招吧 不要令我失望啊 话音落下 新途一个重身 是躍上了空中 这一秒呢 磅磅的真鱼 就疯狂持续奥势枪之上 是连连会醉 奥势枪的枪尖 冰寒气息 就多了几分的息血狂暴 紧接着呢 只见到奥势枪 是决离了新途洪的双手 直接是射向了地面之上的 斯图维雷 奥势枪所过之处 空气是直接炸裂的 在场所有高手 看到现在都是面色一变 这个就是新途洪的 食血一枪啊 这个枪是希物和武器的融合攻击 一枪出 别饮对方血液 天才就是天才 短短数在 你居然连食血一枪 也都连到了大成 好 今天的你 完全有资格 做我的对手了 只不过 这样一招就想伤我 太天真了 这一头 喝声未落 斯图维雷 已经开始揮动 手中的青光环烟散 晚到剑亡 一瞬之间 就形成护装 是护住了斯图维雷 而斯图维雷的眼神 是没有斯豪的担忧的 有的 只不过是一派 祥和平静 眨眼之间 奥势枪带着 无比可怕的力量 直接就刺在剑亡护盾之上 嘎嘎嘎嘎的声音 是连连响起 武士将将剑亡护盾 极碎之时 却近被斯图维雷抬起一脚 就踢回了 新涛熊的手中 而新涛熊这边 身体缓缓降落 他真是一脸沉重 几年之间 他的实力已经提升了很多很多 谁知 这个斯图维雷也没有落后 斯图世家的万剑屏障 是极难修练的 很明显 斯图维雷刚才这招 已经来到大城之境了 亦都证明了 斯图维雷 亦都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 知识悟性 是绝对不在他新涛熊之下的 到了现在 两大高手 只不过是交售了几次 但是在场的人也都知道了 斯图维雷和新涛的每一招 换成是他们来说 绝对是抵挡不住的 这种心思 是不单止一般高手 就算去到地霸感的级别 亦都是一样想法 不论是斯图维雷的天与剑法 或是新涛熊的色血一枪 都可以轻松秒杀 在场任何一个质元高手 而且不论是斯图维雷的万剑屏枪 或是新涛熊的百串龟一枪法 那些防御力也绝对不是帝霸这种级别可以攻破 现在大家站在那看就好了 这两个人的实力已经是冠绝全场 大家也只有做观众的份 几番交手下来 斯图维雷和新涛熊是谁都奈何不了谁的 这两个人现在远远就看着对方 就没有继续出手 可能他们也在想 如何才可以出其不意令对方重创 斯图维雷 新涛熊 现在都很忌惮对方 他们心中也明白 只有重创对方才可以逼他们动用神器 才有机会斩杀对方 而他们两个人的胜负和生死 也都决定了今天这场争斗的走向 决定了斯图维雷和四大园中的命运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双方阵营之中的 中流底柱和守护者 现在在斯图虎底跟前 斯图维雷和新涛熊都在陷入沉思 而其他高手若都不敢动 在两大高手决出胜负之前 他们任何人的出手都是送人头 而斯图维雷的高手 几担这个新涛熊实力 四大园中高手 也鬼死那么怕斯图维雷 他们出手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击 死无壮身之地 梁九 斯图维雷和新涛熊终于同时动 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了 新涛熊一枪落空 斯围维雷的身居也化为流光 悲张起身 并且将青光雲烟散抛向高空 只见青光雲烟散打开之后 就放弱一朵魂彩 也都好似地面之上升起的一抹清烟 此虚此幻 而看着地面之上 滥滥的青光雲烟散 新涛熊的面色就无比凝重 这个斯图维雷到底在玩什么呢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天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640章 《窗法龙藤天下》 斯图维雷 你终于要施展大杀 青光雲烟落来是吧 你以为我会怕了你吗 告诉你 我早就已经不是当初的我 你的青光雲烟落 奈何不了我们的 大喝一声 斯图红这边是疯狂吹动真元 舞动着手中的傲势枪 一条真元凝聚的冰霜巨龙 是仰天咆哮 面对这个青光雲烟散大杀 青光雲烟落呢 他居然想是耳工代工 而不是施展防御武器 或者使用器物进行抵挡 可见得知呢 他对自己这招枪法 是多么自信 哼 藤龙枪法的终极绝招 龙藤天下 神徒兄 居然得到了失传已久的绝世枪法 真实的 真实的 帝霸这一头呢 南南致雨 他和四大圆中高手再次飞退而开 青江云烟散大杀招 就不是他们可以抵挡了 也不知道新涂熊和司徒域雷 这一招对拼 谁会赢呢 而在远处 司徒世家一众高手 一个一个摒住呼吸 家主司徒域雷 动用青江云烟散大杀招 那些威力是堪称惊世海族 而新涂熊也施展出了龙藤天下枪法 这一战的输赢是当真难料 随着司徒域雷的真愿力 疯狂注入过散中 青江云烟散就停止了船转 紧接着青江云烟散中 降落了一度度的清晰劍亡 这些劍亡密密麻麻仿弱雨点 而此刻的青江云烟散就像一片天空 劍亡雨点直接就覆盖了 司徒世家跟前的巨大广场 家主的实力真是强 这是青江云烟露 每一度劍亡都能够击杀一个真愿出层的高手 如果家主是出手偷襲的话 一招青江云烟露 逐以令到四大园中损失惨状 现在呢 站在司徒世家之中 一个超然高手是感叹一声 同样都是超然境界 他们和司徒域雷和新唐的差距 强是无比巨大 新唐红施展的龙藤天下 那些威势也都令他们几乱不已 很快呢 冰箱巨龙的威势已经来到极致 只见得一条巨龙仰天老虹 然后就是判算而上 强大的气势和力量 直接将一度度肩膀震得粉碎 看上去呢 仿仰是乳幕之中的蛟龙 所向卑微 在天空之上 看着这个手持长枪 和冰箱巨龙杀向自己的新唐 司徒域雷的面色是十分之镇定的 他大手一揮 青江云烟散 是化为一柄几十将长的巨剑 直接就刺响了巨龙了 这个就是青江云烟露最强杀招 像食血一枪一样 是器物和武技的融合攻击 唯有这招才有机会破倒 新唐司展的龙腾天下 这一瞬间 巨剑直接刺向冰龙的脑袋 冰箱巨龙的身躯开始爆炸了 眨眼之间 整条冰箱巨龙是消失于天空之上 是就连新唐手中的傲势枪 也脱手而出 可见得知 青江云烟露最强大杀招 威力是多么大 而承受了冰箱巨龙的可怕攻击 青江云烟露就飞回了 司徒域雷的手中 而到此刻 半神器青江云烟露 已经暂时无法使用了 一招对拼 司徒域雷和新唐红是八分胜负的 好 龙藤天下不愧是识怜 星材圣地的绝世枪法 居然能够和我的青江云烟露 平分秋色 哼 只不过不要得惜住 再吃我一招金羊掌 司徒域雷现在是大海一星 突然间就从天空之上飞略而下 见到这个情景 新红是冷坑一星 哼 我怕了你啊 他这一边 亦都是施展出一招掌法 一直以来 他和司徒域雷是没对聘过掌法的 早就想领教你司徒世家的金羊掌了 来啦 两只手掌 吻陷着恐怖的真月灵 两掌相交之下 整个天空是发出了一声炸响 真元连椅已经是激荡而开了 只看得司徒域雷和新红的身躯 同时倒飞而开 双双狼狈倒地 而且司徒域雷和新红 都是同时喷出尸血 司徒域雷现在身上 是覆盖着一层冰箱的 在体内 寒冰真气 几乎是震碎他的经骂 是寒相云掌 兵属性掌法之中的逆天杀招 而看回这一头 新红是面识通红 他和司徒域雷对拼一掌 也都不好受 司徒世家的金羊掌 是纯羊掌法来的 以金属性的真元施展而出 可以说是威力无边 金羊真气一对梦 已经是灼伤了他的血肉 以及经骂 现在呢 他的伤势 根本就不给司徒域雷轻的 这一掌对拼下来 两个人可谓是两败俱伤 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新童 你和圣财圣地 究竟是什么关系 先是龙藤天下掌法 然后就是寒相云掌 这两招 全部都是圣财圣地的武器 你不用抵抵你和圣财圣地 没关系了 司徒域雷现在的面识 是前所未有的沉重 他现在已经重伤了 幸好的是 新童也被他的金羊真气重创 否则的话 新童此刻 若果再动用神气 那么他的结果 可想而知 当然了 这里还有 大家都不知道 司徒域雷 仲藏有神气 即便新童现在没有受伤 他想要为难司徒域雷 也不是那么容易 一直以来 世人都知道 新童虹有一柄长剑神气 但是谁都没有见过他 到了现在 司徒域雷已经估到中了 新童虹手上的神气 多半就是色怜 圣财圣地的三大神气之一 天幽剑 圣财圣地 我和圣财圣地有什么关系 我只不过机缘巧合 得到其中一些东西 听到司徒域雷的七语 新童虹就冷坑了 他的面色亦是无比沉重的 实力进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居然依然是内涵不到司徒域雷 司徒域雷的实力 当真是太可怕了 当然了 竟此一战 他亦都已经摸清了司徒域雷的真正实力 可惜的是 他现在已经没了力气 再逼司徒域雷 动用神气了 这一点对他来说 又认真遗憾 新童虹就心知肚明了 若果他逼到司徒域雷动用神气 就必须要动用到天幽剑 但是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超然境界的高手 如果动用神气 反世力量是十分可怕 所以 除非万不得已 他是绝对不想出此下策 要知道 这个也是因为 新童虹和司徒域雷 都没有修炼过 抵挡器物反世的秘术 因此 他们虽然都有神气在身 但是轻易之间 就不敢使用了 就怕 你拿出神气来 不知是伤人先 还是伤自己先 新童虹的说话 司徒域雷就半信半疑了 他现在都懒得追究 到底你们和圣财圣地 有什么关系 因为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更加想证实的 是新童虹手中的神气 究竟是不是天幽剑 在千年之前 圣财圣地遭遇到 圣面读者 花家的攻击 然后就从毛泽之城 神秘消失 而且是没有人知道 圣财圣地到底发生过什么 而他们之中的三大神气 也都从此下落不明 司徒域雷早就得知 迁锥收使孟六爺 就是圣财圣地的传承人 因为孟六爺 是跟他打过一仗的 他也见识过 孟六爺手中的神气 千乐追 他一眼就看出 那个绝对就是 圣财圣地的三大神气之一 那孟六爺 是圣财圣地的传人 你伸到红 又是什么呢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让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事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六百四十一章 童舟山搞局 现在司徒域雷就很困惑 若新童虹手中的神气 就是天幽剑 那他是怎样得到的呢 现在这个阵势 他和新童虹 是遥遥对峙的 现在两个人都以重伤 没有继续出手 这场战斗 他们以人是两败俱伤 已经是最好结局了 司徒世家和四大元宗 注定就不用在今天 决一死战 现场现在是死一样的积极 只不过 就在大家都惯着两大高手 伤势的时候 一道灵色所化的刀印 从林东风的脑海之中 直接飞出 是直斑司徒风而去 而与此同时 孔潮是施展步伐武器 更在灵色刀印之后 也是一刀 劈向了司徒风 见到这个情形 司徒域雷这边 面色一散 联网就出色何止了 龙儿 小心啊 司徒域雷 已经重伤了 他根本就没能力 立刻去救助这个司徒风 只不过 也都不用他这么担心 司徒风 豈是这个孔潮能够 随便斩杀的 而林东风的灵色攻击 一瞬之间 就已经有司徒世家的 超然高手 进行抵挡了 果不其然 只见到司徒世家这边 有两个人 是迅速闪身 就来到司徒风的身前 其中一个超然高手 是吹动灵色 同样都是一道灵色刀印 直接飞出 与林东风的灵色技 是对拼一起 两道灵色刀印 一起相撞 雙雙消散 而另一个超然高手 正想上前斩杀孔潮的时候 只见到司徒风 哈哈的一声 直接是拉开了 碎一弓 攻完颤抖 日之截止 就直射孔潮而去 孔潮见到这一招过来 是面色阴暗 联亡 联亡首都 施展武器进行抵挡 孔潮的实力 虽然是比司徒风强的 但是 司徒风手中 是半神器碎一弓 而在这方面 孔潮就差点了 他没有半神器在手 面对这个碎一弓攻击 他也不敢大意 啵的一声 只听得前此爆炸而开 孔潮施展的真元巨盾 是直接粉碎 巨大的震荡力 将孔潮 也都是震得飞迷回去 身体还在空中 他已经难以控制 喉咙深处的翻涌 善血 扑离一声 是喷吐而出 只不过一战 罗浮公大长老孔潮 已经是重伤的了 而他是真元圆满高手 只可惜的是 司徒风这个真元七层的年轻 手持大杀气碎一弓 你不要说偷杂了 就算是正面一战 他也有可能 根本就打不过司徒风 真是不自量力 偷杂 也都唯有你四大元宗 做得出来 司徒壁雷现在就很火滚了 素食一眼四大元宗 语气好贵不舌 除了新途虹 你们谁敢动我的儿子 话风一转 司徒壁雷接着就说 林东风 今次算你好载 本座虽然有伤在身 但是你们的新途虹 也都已经重伤了 真是想打下去的话 我司徒世家 一定奉陪 司徒壁雷话音一落 四大元宗高手 是一个二个望向着新途虹 新途虹现在 就是事实上的四大元宗的领导者 是战 亦或是退 现在大家都听完新途虹的话 就算林东风 帝霸和刘俊山 也都不敢在这个场面 去作主发话 新途虹的面色 现在看上去就十分阴沉 他依然是陷入了沉思 只不过 就在大家都以为 新途虹会带领 四大元宗高手退走的时候 新途虹这边 是强忍体内的伤势 朗声说到 不用怕他 给我杀 随着新途虹喝声落下 四大元宗高手 在帝霸流晋山 和林东风的带领之下 浩浩荡荡 就冲向了司徒风 见到这样的情形 司徒域雷也都面色一沉 哎呀 跟我玩这门野 他都不敢辞 黎声就喝出 司徒加德令 跟我迎战 现在 在司徒府邸广场之上 沉寂的气氛 已经被打破了 帝霸林东风 和四大元宗高手 挥舞着手中的兵人 事展步伐武器 悲促就杀向了司徒世家 而司徒域雷和新途虹 已经重伤 这场战斗 他们都只能够做观众 新途虹都知道 司徒域雷没办法出手 而四大元宗的高手数量 现在是远超司徒世家 你司徒风还没死 我们怎么可能走 这个也是 新途虹决定 拼一拼 令四大元宗高手 和司徒世家一战的原因 双方高手的数量 是相差甚大 这一场战斗 他和司徒域雷不参战 就是给了四大元宗 一个极大的机会 只不过 就在司徒世家 诸多高手 迈开脚步 影响地霸等人的时候 以便再次发生 只听得 一到到破翁之声响起 紧接着 一个个高手 突然之间 就降落在广场之上 是甲山 阻止了这场血战 就伸 就元泰 叫出这两个名 新途虹是面色一变 因为来人 正是毛泽商会 和商指中 整整四十几个真元高手 和两大超型境界 突然登场 新途虹的面色 就不是那么好看 新途兄 别来无恙 怎么今天司徒虎 这么热闹 不好意思 算我不请自来 毛泽商会的会长 童周山 现在就满面笑容 但是他那些笑容 在新途虹眼中 十分刺眼 司徒家主 我们来迟了 你的商不要紧 商指中中主周元泰 对司徒义雷 亦都是抱着一拳 而在他的身后 绿黑绿来 乌然再烈 很明显的 商指中和毛泽商会到来 就是为了帮助司徒世家 一起对抗四大园中 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 一下子就跌倒过来 司徒世家 商指中 以及毛泽商会高手 已经开始反超四大园中 新途虹 帝霸等人 面面相聚 他们的心中 都有一点无奈 最坏的结果 就此出现了 司徒世家 和毛泽商会 和商指中 当真是暗中勾结 然如今来说 四大园中 你不要说 杀了司徒风 可不可以全身而退 也都不是那么好话为 哼 我的伤 没什么事 司徒域雷这边 好像很大方 摆了摆手 接着就说 酒中主 同会将 你们来得很及时 现在就不是我们 最够的时候 先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再说 说完这句 他一个转身 就望向了新途虹 淡淡说道 新途虹 之前你们人多世众 现在 是我们占了绝对了 请问 你还想不想继续 说实话 司徒世家 商指中 和毛泽商会 一旦联手的话 真是有实力 可以一举灭了你 四大园中 只不过 司徒域雷 也不是那么想这样做 如果真的发生血战的话 司徒世家这一方 即便能够赢 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这种杀敌一千 自选八百的事 司徒域雷这份人 就从来都不会做 他的心思 是十分之谨慎 虽然说四大园中 是敌人 而且今天 都不是那么给面 但是要消灭他们 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不用今天 老莽行事 就算要达到这个目的 也都要上一个 万全之策 以最小的代价 灭杀四大园中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六百四十二章 天阴山之托 哼 师徒畏雷 算你们好 只不过你们都不是高兴得太早 迟早我四大园中 一定可以收拾你们 新童鸿现在 虽然处于劣势 但是嘴上就不饶人 只听得他冷壳一声 他虽然重伤 但是气势依旧强滑 语气之中 杀机弥慢 话音一落 新童鸿大害一声 随即抬手 是挥出一张卷族 卷族之中 是青光大坊 他和四大园中高手 就顿时消失 虽然说 司徒畏雷 是忌惮他们 不想和他们缺一死战 但是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都不敢大意 重伤之下 更加不允许 做出任何错误的判断 这样说来 东洋传送卷族 直接走人 就是最好选择了 唉 真是可惜 新童鸿重国古墓之中 得到了很多传送卷族 他们真的要走的话 我们根本就无力阻拦 周元泰这一边 就坦识一声 他也都明白 司徒畏雷 不是真的想和四大园中 真正开战而已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周中主 同会长 经此一役 我想四大园中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敢乱来的了 两位 请 我们苦中聚话 下来呢 要相议一下长远之计 毕竟 被动防守 不是那么妥当 听到司徒畏雷发话 同舟山和周元泰 很严肃就点了点头 司徒世家的高手 也都随着他们 直接走进了司徒府 而因为同舟山等人 没有司徒府底的震发肉排 司徒畏雷也都选择 将湖中大阵 直接关闭 两位 如今的局势 你们都很清楚 我们不敢贸然去对付四大园中 当然了 他们应该一时半会 都不敢过来我们这边 武泽成的宁静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只不过 四大园中 始终是我们的眼中的 一定要将他们铲除 不知道两位 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司徒畏雷现在 是拖着重商之区 和同舟山周元泰 在府底之中的密室交谈的 要灭四大园中的话 他们其实是有这个实力 但是还是那句话 损失太大 大家都承担不起的 同舟山周元泰 当然就明白司徒畏雷心思的 周元泰就无奈摇头 除非你有两个司徒畏雷 你分身多一个 否则的话 就凭我们三大势力 想灭四大园中 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到时候呢 他们死了 我们都不好 那打来做什么呢 司徒家主 以我看 现在我们 最好就是跟他们对峙 拖就是拖了一点的了 但是 都比起大家两败俱伤好 周元泰这一头 是真的毫无办法的 双方势坤力敌 要灭四大园中的代价 他们又无办法承受 司徒畏雷就心知肚明 听到周元泰表态 他都叹息一声 如果真的杀了新童 那么他们对付四大园中 展开战功 那就没问题 可惜的是 新童虹实力强大 而且有神器在手 你想杀他 何其甘难 司徒畏雷和周元泰 就不要再说话了 而同舟山这边 也都是陷入沉思 过了片刻 只听得同会长 是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司徒家主 周中主 我想呢 都不用我们动手 四大园中 一样会灭亡的 同舟山似话一出 司徒畏雷和周元泰 就露出了疑惑表情了 什么意思 除了他们三大势力 还有谁敢同四大园中作队呢 而且呢 又是谁有能力 能够灭了四大园中呢 同会长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好像听不明白 周元泰还以为 他自己是听错了 他们三大势力不出手 那么四大园中 怎么复灭呢 难道 还有其他的势力 有更强大靠山 听到这里呢 同舟山心急一口气 就慢慢讲来了 两位 可否听说过 齐族浩呢 齐族浩 司徒畏雷听到这个名字 吸收一声 他真的知道齐族浩的 齐族浩的三个女人 此刻就在司徒府中 同会长 你的意思是 齐族浩有能力 能够灭了四大园中 能够灭了四大园中 没可能的 齐族浩和猫六爺 已经进入了阴露森林 禁地 生死未知 而且 即便他能够活着出来 他一个真元境界的年轻 怎样去灭四大园中 就算他得到了就天黑证 也都不代表 他就拥有对抗四大园中实力 齐族浩和千锥修士 猫六爺 进入了阴露森林的事 不单止四大园中 就连司徒世家 诸多大势力 也都已经得知 这件事 已经在毛泽之城 广泛传开 有条英俊 和一个千锥修士 一起进了禁地 嘿呀 这种这样的八卦 简直就是今天头条 司徒域雷这边 就不是那么相信 齐族浩一个人 能够灭了四大园中 他接着就说 而且 同会长 那个齐族浩和四大园中 虽然是有过节 但是他又怎么会帮我们 去对付四大园中呢 就是了 同会长 司徒家主所言 也是我的想法 一个齐族浩 根本没可能打赢四大中门